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有条件再减税下去呢 而且呢这次减税 富人又是最大的受费者 让已经很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 又更加严重 明明呢这主记处公布的数据显示 财富总值只占30%的受薪阶级 却是负担了我们国家70%以上的税负 但现在怎么还要帮富人减税呢 而政府优惠企业 居然可以让科技大厂伪创 在2011年居然一毛钱的税 都不用缴 也难怪清大的彭明慧教授 会非常担心 认为台湾将会成为一个 无以为继的社会 在今天带你一起来关注 年收入超过600万的家庭 明年将会大减税 最低税负申报门槛 以及扣除额 在明年会首度拉升到670万 缴税的户数将会跟着减少 台湾财富总值只占30%的受薪阶级 却是负担了70%以上的税负 政府还不断的替富人减税 这公平吗 台湾的租税负担全球第六低 政府预算占GDP世界倒数第六 国库已经是年年的入不敷出 现在国债也来到了5.26兆 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最穷最小的政府之一 而台湾的税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马东东上任之后将银锁税降到17% 比韩国还要低 三年多来 潮外投资比率却没有大幅增加 反倒是税收一年就掉了将近300亿元 另外看到在日本 安倍晋三大胆地调高消费税 目标是要降低公共债务 同时又充实国库 日本行 台湾呢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为您介绍经济学家马凯老师 你好 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为您介绍的是中经院经济政策顾问 孙克南 孙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为您介绍是资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 许其窗 会计师你好 是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湾政府财政持续恶化 这对大家来说都已经是心知肚明的事实了 在前阵子呢 新闻当中还有看到 政府考虑要卖股票 卖土地 甚至呢 行政院长江一华 也曾经说到加税其实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但却没有想到现在出现这样子的报纸头条 明年要大减税 而且还是富人大受贵 到底这税 这次是怎么减的 先一起来看看 每年缴税记民众荷包总是大失血 不过从99年度至今物价涨幅累计超过3% 每年缴税包括个人免税额三大扣除额 客税急剧都将调高 预计349万户受贿 兼税约2150元 其中个人免税额从82%调整到85% 涨者免税额也调高4500元来到12.75万 父亲若用标准扣除额申报 可减除6000块 以税率12%来看少小720块 一般的平常生活的物价比起来 其实比较无感 应该没什么帮助 你钱赚得多就可以缴税 那你只是减税而已 政府释出减税利益75亿元 但物价持续涨 后年税收再减少 以及7年未调整的最低税付额 是针对高收入家庭 预估门槛扣除额将从600万 调整到670万 全台高额缴税户 恐怕剩不到1000户 我觉得这样不好 对 真的不好 对 因为他们已经很有钱了 但富人减税好消息不止一桩 后年遗产税 像是父母亲友等八大扣除额 也要调高5到60万元 想减税恐怕又将掀起一场 抢亲大战 说到追剥减税 之所以是富人大受贿的原因 主要是针对年收入600万的家庭 这最低的税付申报门槛的扣除额 要调高到660万或到670万 这样子的极具的门槛 那么使得算盘微波下来 使得富人大概可以省税 省12到14万左右 但是年收入在150万左右的家庭 算一算节省下来的税金 大概是4500多块钱 首先想要请马开老师 让我们来看到 这一波税务上面的调整 虽然主要是根据公式去做计算 因为整体的物价 CPI指数调升了 连带的使得相关的门槛 也跟着往上调动 不过实际上看到像这样的标题 政府要大减税 然后又是富人大受贿 其实民众还是难免 有一种相对波多感会出现 我觉得这个标题下的是 划纵取冲 因为明年没有大减税 它只不过就是 当初税制设计里面 它的这个课税门槛 是根据物价在联动 所以物价上升了 这个门槛就升高 这个是当初设计的机制 所以今年政府没有特别想要减税 第二就是富人大受贿 事实上所有的减税都是富人受贿 因为富人交的税最多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它的这个减税的这个项目呢 或者说门槛升高的项目呢 主要是最低税负制 而最低税负制呢 它里面都是富人 因为它的门槛是600万的所得 所以里面一定都是 超过600万甚至到6000万都有 所以当它的这个设计的对象 都是高所得者的时候 当然是富人大受贿 所以这两个标题下的 除了要耸动之外 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可是呢 从这边引申出来的问题 那就是的确 台湾目前呢 税负是严重偏低 而且税质非常不公平 税负严重偏低 偏低到每年政府呢 要靠举债 才能够让它的预算能够打平 而税质这个结构呢 它的不公平就在于 我们事实上呢 我们让很多真正有钱的人 他不用交税 可是这些薪资所得者 他所赚的钱 一分钱都逃不了 对 所以让大多数的 这个财政负担呢 是落在一般的中等 或者低所得收入的人身上 而有钱人呢 就可以逃过 所以是税制的设计本身 有严重漏洞 因此今天我们谈的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减税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不公平的税制 让它变得公平 事实上当它公平的时候 税收自然会增加 但是这件事情呢 难度是非常之高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任何的塑税制度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所得分配制度 所以如果你要把既有的制度把它改变 变成所谓的公平的话 当然有人会受贿 但是一定有人受害 而且今天的税制度 如果它是比较偏向于高所得者 而使得他们比较受贿的话 所以任何的作材改革呢 就是直接打击他们 而他们通常呢 在社经上 在政治上 都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比较有影响力的 所以要一般的小市民 能够把它们搬下来 让他们多交税 小市民少交税 事实上那等于是革命 所以老实说 这些问题呢 我刚跟孙教授说 我们从头发黑的时候 讲到头发白了 但是一筹莫展 恐怕接下来还要再继续讲下去 因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财税系老师 有一位黄耀辉老师 就是台北商业技术学院的老师 他的建议是说呢 其实应该是要调降 最低税负的一个申报门槛 而不是像这次又调到了670万 像孙老师您的看法呢 最低税负是门槛太高的话 对高所得是基本上 税负就不会那么重嘛 他那个把它压下来的话 让他多磕点税 基本上会比较公平一点 最好是拉到跟那个 中小税那样 一样的 四百多万就磕 一般是四百多万就磕40%的税率 他现在是六百万 现在调到六百七十万 测磕20%的税率 那了不起 你把那些高所得者 逃入税的那些不需要纳入 一般正常税制的税把它拉进来 磕20% 不像一般人磕40% 那已经对他很优惠了 为什么还要搞了一个那么高的门槛 到六百七十万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项利多对富人来说 就是在遗产税的部分 遗产税已经连续七年都没有调整的八大扣除额 那么接下来明年也要进行调整 会释放一个降税的大利多 当然遗产税最主要的客税对象 大家一般理解 还是也以富人的族群为主 所以快乐师您在实务上 也碰到这样的状况 会不会就您的理解 也会觉得我们目前的税制 的确出现一个 就基本上公平争议的问题 会让大家觉得相对波多感更为强烈 甚至使得贫富察觉问题更为严重 OK 在我接触的客户里面 确实都会有这样的新生的反应 也包括在面对税券官员的时候 这件事情我觉得 如果单纯来谈最低税负的话 有点是把事情看得小一点 真正要来看是看 有钱人到底是有钱在哪里 是财产有钱还是所得多 所得多到底是什么类的所得 是股票买卖的所得 是股力所得 还是不动产所得 还是海外所得 我其实非常赞成马老师所说的 这个时候是要谈租税公平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时机 会有面临的一个问题说 万一租税公平过度的去强调 会不会伤害我们的经济 我个人在参加很多这种法令的工厅 其实不管什么学派的学者 不同角度 这件事情事物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解决 大概也就是为什么白头发讲到黑头发 所以我这边个人是提两个例子 一个是最低税部的推行 一个是奢侈税的推行 那这两个税是加税的税 它为什么会能够在租税公平的目标下 能够有所成功 其实它抓了一个很准的叫做时机 当台湾的资金很腐烂 当大家对于这个 所得的这个差异过度巨大的时候 那个名气是可以让税推出来 因此来讲 我自己在观察 就是说这些加税不是不行 你可能要看时机 看对经济的冲击 然后再配合政府好的税服的方式 那应该是可以逐步的去做改善 所以重点是时机问题 那马凯老师您觉得呢 这时机是不是 现在卡的政府说要税改 说了这么多年 但一直改不出 大家满意的方向的一个重大问题 时机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们拿这个奢侈税做例子 说是税开征的时候 其实啊 当时真正的问题呢 在于我们的土地税制 有严重的漏洞存在 而这个漏洞呢 就让很多人就开始 大肆从事这个短期炒作 他在一年两年之内呢 他大进大出 然后拼命把这个房价炒高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税制 是按照公告限制 公告地价的公布为准 所以他在这个公告限制 没有改变的这个阶段里面呢 他不管炒到几倍 他都免税 所以这是全世界最坏的一个税制 过去任何这个执政者 都对他无可奈何 所以这次用奢侈税 来想办法让这个漏洞 能够局部的弥补起来 而且大家都觉得 其实他的真正打击对象 是一小错 就一小错在房地产市场里面 翻云覆雨的那种炒手 他真正影响到的是这种人 一般大众 因为有很多配套设施 所以他并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我想设施税之所以能够成功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 激了太久太严重 而且是全世界独有的问题 他用这个方法呢 他并没有针对一般大众 是针对非常少数的 大家都很厌恶的这种炒手 所以他就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 而至于像这个最低税妇事呢 那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个问题 已经存在太多年了 就是很多富人 他的这个所得都上益了 但是基本上他不要交税 因为我们太多的这个租税漏洞存在 让他可以雇佣很好的会计专家 来帮他去合法的去结合